电池使用完就丢,不仅浪费而且不环保 然而先前我们使用的一次电池可以充电吗? 接下来我们将盐酸放到烧杯当中连程通路 我们得到了1.1伏特的电压 这个时候电流从阳急出发并且产生了很多的新离子 接下来我们将外加电流接上 电流流入了阴极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气体在阳急阴极的地方出现 我们原本希望新离子能够回到阴极 但是这个时候产生了大量的氢气 因为氢离子比新离子更容易还原 所以一般含水的干电池跟碱性电池是不可以充电的 直接充电电池的内部会产生氢气 所以会引起爆炸 那为什么氢离电池可以充电呢?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氢离电池 氢离电池是以氢为阳急 它会氧化失去电池 以氢氢化氢为阴极 它会还原得到电池 37%的硫酸为电解液 放电时氢激的氢跟硫酸反应 并且放出电池 那么电池从氢的这个氢激出发 它经过电路回到氢急 也就是二氧化氢 那么与二氧化氢 以及电解液硫酸反应 产生了硫酸氢 那这个反应很特别的是 放电时两个电极棒重量都会增加 它的氧化还原产物都是硫酸氢 而且都附着在电极上 那反应的过程里面 硫酸浓度会渐渐减少 电压也会慢慢下降 那ph值会升高 所以它整个的反应是 这样子的电池输出的电压值 约为2.0伏特 那它的电流还算稳定 可以多次的充电重复使用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 谦虚电池如何充电 当谦虚电池用电一段时间以后呢 它的氧急跟阴急呢 附着了大量的硫酸氢 原本的电子流方向由氢流向二氧化氢 那充电呢 我们是想把这个电子呢 由二氧化氢流回到氢 所以它的氧急是二氧化氢这一级 那么流入的氢急是氢这一级 也就是外加电压的负急接到氢急 那氢急这一级也是负急 因为电子流入叫做氢急 外加电压的正急接到正急 那也就是二氧化氢这一级 那这一级因为电子流出 所以叫氧急 那充电时 当电子流入氢急充电时 它可以直接跟氢急上面的硫酸氢反应 不会与电解池中的水直接反应 它比较不会产生氢气 硫酸氢氢会还原成氢 并且释放出硫酸 充电时氧急的硫酸氢氢 直接失去电子 产生了氧化氢 并且释放出硫酸 因为它的反应也在电极上产生 所以呢 不会直接跟水反应 不会产生氧气 充电时 电极棒上面的硫酸氢氢 直接氧化还原 硫酸的浓度渐渐增加 那我们将这两个反应式相加 就可以得到 千续电池的充电反应 就是电极上的硫酸氢氢 它会氧化还原成氢跟二氧化氢 以及硫酸 那所以我们只要将充电电池的电压 大于两个伏特 可以重复的充电多次 既环保又节省资源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我们在3C产品里面 最常用的铃铃子的电池 以及它的放电 铃铃子电池 它的阳极呢 是使用石墨把它砍入铃的金属 形成一个复合的材料 它的阴极呢 是铃菇的氧化物 那么在放电时啊 它的阳极 它的铃会氧化生成铃铃子 并且放出电子 那么电子呢 由阳极出发 经过外电路进入的阴极 这个时候 阴极的铃菇氧化物 会与铃离子跟电子反应 称成LiCOO2 铃本身非常容易氧化 所以它很容易跟水化合 所以在整个铃 铃子电池当中呢 不能够有水 好在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铃铃子有供价器 过氯酸铃的电解值 可以溶解在有极性的有机溶剂当中 所以整个的铃铃子里面并没有水 所以只要把它密封起来 铃铃子就可以在极性的有机溶剂中移动 我们将这两个反应式加起来 这个就是铃铃子电池放电的全反应式 那铃铃子电池呢 它的最重要的特性是因为铃铃有很高的氧化电位 所以它的输出电压约有3.5个伏特 那铃的本身的密度很小 所以它的电密度很大 也就是相同的电池 它可以充更多的电 电压高而且稳定 可以重复的使用 接下来我们来说明铃铃子电池的充电 当铃子电池用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电压跟电流都会下降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利用外接的磁流电源来充电 那它的电子流方向跟原来放电相反 此时原来的阳极变成了负极 要接外接电源的负极 原来的阴极变成了阳极 要接外接电源的正极 那整个电子流呢就回冲到电池 它的阴极的反应是铃铃子得到了这个电子以后 那回复到铃金属 那么砍入石墨当中 它的阳极的反应是刚刚反应的逆反应 回复到原来的二氧菇的氧化物 这时候的铃铃子呢 因为铃铃子的供价性 所以它的电解液过滤酸铃 会在急性的有机溶剂中游动 那整个反应过程里面并没有水 那整个的全反应是刚刚放电反应的逆反应 利用大于3.5伏特的电压就可以充电 铃铃子电池的最大的特性是它没有记忆性 可以多次充电 使用的效率呢 比一般过去的铃隔电池 铃氢电池都要来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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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